曾說一張不賣如今變成一張不留 台華繼十四號出脫長榮及陽明持股 獲利三點八億之後 又在長榮公告減資隔天 發出重訊 以每股一百五十一點三億元 清光手上長榮股票兩千張 再入貸二點零六億元 讓不少網友開酸是一張不賣一賣千張嗎 高歌離席太無情 還有人悲喊有想過船上的人心情嗎 市場上的這些投資朋友來說 可能就會失去了一盞明燈 那我想過去台華的這個董事長 也是長榮或者是國內貨櫃航運的一些 比較明確的指標 當這些所謂的大戶的投資人 開始在減碼持股的時候 投資人都要稍微留意一下 他們看到的是長榮 什麼樣子的一個未來 長榮破天荒決定減資 一口氣減掉六成股本 每股配十八元 加上六元的現金減資 合計每股將發出二十四元 若以長榮十六號收盤價一百四十三元來計算 等於減資後 股價要填到兩百九十七點五元 才沒賠到 大家都還滿期待 他會不會去複製 國具減資之後的一個走勢 所以短期的利多消息 來進行這個持股調節 我認為也算是滿合理的 如果在這一次 大量的把現金退還給股東 那是不是代表其實這間公司對於未來 至少兩到三年 或者是一個營業週期當中 比較保守的一個看法 儘管長榮強調 光一二月營收就年增九成三 今年會越來越好 但外資並不買單 美銀證券給予長榮 目標價只有一百一十七元 加上塞港問題緩解 運費逐漸下調影響 對航海王的營運 也構成新挑戰 三零巡返李孟山 台北報導